通过立法 反制外国制裁 干涉和长臂管辖 是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 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 是一部指向性 针对性很强的专门法律 突出的是一个反制 中国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对那些动辄挥舞制裁大棒的霸凌行径 中国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手段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保护中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 中国一贯主张在坚持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 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 是应对额制打压的防御措施 与一些国家的单变制裁 应该说有本质的区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